最后一次啊兄弟们 我们最后一次来试一下 能不能收集到这个变异的墨影小黑 现在我们所有的变异生物 全部都已经收集完毕了 只差一个变异小黑 但是收集一个变异小黑 真的是太难了 来吧试一下 如果这一次他还失败的话 我们就不搞了 来看一下他能不能成功变异啊兄弟们 来来来变异吧 求你了 哎变异了 哎 下边的离婚纱没有被破坏啊兄弟们 看来应该是成功了啊 我们把这个床射掉 要不然他站在床上面 也是可能会瞬移的 把床射掉 OK把这边挡起来 哎 好了 这样的话绝对没有问题了 灵魂纱是可以防止小黑瞬移的啊 会限制他的瞬移 不过这个上边被炸了一个窟窿啊 兄弟们 我们去回家拿起海耀石 把上面的窟窿挡一下 来来来 把上面的窟窿挡一下啊 这样就好了啊兄弟们 很长一段时间啊 他都没有瞬移走 那就证明我们成功了 他应该是不会瞬移走的 接下来呢 我们给他搞一个装饰品 来做两个展示晃 然后把这个墨影珍珠给他放上去 和变异小黑相关的东西 除了墨影珍珠 我已经想不到其他的东西了 小心啊兄弟们 不要看到他的眼睛 放两个展示框 然后再搞两个墨影珍珠 OK 现在的话 除了尸壳之外 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有这个标志了吧 没有错啊兄弟们 只差尸壳 其他东西都有独特的展示 但是尸壳没有 先放两个展示框啊 但是和尸壳相关的东西只有一个 那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变异尸壳的掉落物 我们家里边有一个啊 我们想要获得它 只能去沙漠啊 再打一只变异僵尸 不再变异尸壳啊 现在天马上就黑了 我们出发去沙漠啊 解决一个变异僵尸 我们再获得一个掉落物 咱们就可以把最后的一个标志 给它搞好 我们的变异生物 已经算是收集完毕了 好的 看到了沙漠啊兄弟们 我们在这边转一圈 看一下有没有变异尸壳 变异尸壳的刷新几率 还是比较大的啊 只要在沙漠 肯定是有一只的 但目前好像没有看到啊 再飞高一点看一下 哇 这片沙漠一个都没有啊 前面好像还有片沙漠 我们继续向前走 好的 我们在这片沙漠 寻找一下变异尸壳 好 看到了看到了 兄弟们落地啊 变异尸壳 来 我们用这个墨影之手试一下啊 就你会扔方块是吧 来 我也会 来呀继续扔 哎 苦力怕不能扔啊 他又扔了 我也给你一个 来 他砸不到我啊 来我们迂回一下 还是用水滴吧 水滴还是比较强的 这个墨影之手是一个 鸡肋的东西啊 只是比较炫酷而已 哎 他召唤了很多的小吃壳 不用管他 我们就追着他打就行了 来来来 兄弟们丝毫不慌啊 追着干他 我们这个水滴有一个 击退石的效果 这你敢信 他根本进不了我的身啊 只能无力的扔一些方块 还打不中我 嘿 你说气不气 哦 他倒下了 兄弟们 但是不要急啊 他还会复活 不过复活之后 他的血量比较少啊 来干他 OK 第二次倒下 他应该还是会复活的啊 刚才好像有个变形小白啊 兄弟们 为了安全 我们还是离他远一点 我们站在这棵树上边 用弓箭射打 这样也是可以的 哎 又倒下了 这次应该没了吧 哎 没了 那是好像没有掉落物 不会吧 哎 有 吓死我了 只是没有看到啊 哎 什么东西啊 等会等会等会 兄弟们 现在有一个掉落物之后 我们其实应该可以找一个变异的小疆 然后把这个变异小疆干掉之后 我们需要酿造药水啊 因为我们之后要收集这个 变异苦力怕 变异苦力怕的话 我觉得没有必要搞啊 哎 这边有变异小疆 可以把这个东西解决一下 我们需要他的掉落物来酿造药水 之后制造这个变异的蜘蛛 还有变异的血亏类 都需要用的药水啊 所以尽可能的把它干一下 哇 这边好多 哎 还打雷了 哎 什么情况啊 兄弟们 不对劲啊 哎 不对 有海妖 绝对有海妖啊 兄弟们 我看到了雷电 等会等会 预回一下 看一下海妖在哪里 海妖在这边 我看到了 兄弟们 看到没有 海妖在这边 哎 不行不行不行 有海妖我们绝对打不过 我们先撤一步啊 预回一下 离远一点 看一下能不能 这个海妖太烦了 还有变异小 啊 快跑 兄弟们 哇 好难呀 变异苦力怕 变异小江 变异海妖 还有变异小白 都聚集了 我们先撤一步啊 十十五折为俊杰啊 兄弟们 我决定 我们跑 不和他们打啊 兄弟们 变异小江都得是 没有必要和四个变异怪物一起打 哎 这边又看到一个 那就好办了吧 这周围应该只有他一个 来来来 有一个就好说 直接干他 来 水滴连弓 哇 这个鸡头效果爱拉爱了 兄弟们 来 把他干到之后 咱们就回家 从天黑打到天亮 哦 他终于凉了 掉了一个巨人之锤啊 我们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 有了巨人之锤 咱们就可以回家了 不用管他了 我们走 回家 好的 兄弟们 我们回家了 我们的变异小黑 应该还在吧 悄悄的看一眼啊 哎 还在 还在 吓死我了 兄弟们 他还在 那证明我们百分之百 是收集成功了 好的 我们回家拿一下 变异尸壳的掉落物 把这个展示框 给他放一下 好的 这个东西给他放上去 这个东西像一个弹啊 但是我不知道 他的作用是什么 没有用啊 给他放上去就好了 那截止到现在的话 我们的变异生物 已经收集完毕了 这边是变异小白 变异小姜 变异苦力怕 还有变异尸壳 什么东西啊 全部都收集好了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收集这个傀儡了 我们要把所有战斗性的傀儡 全部都收集一下 像是 煤炭傀儡 这些功能性的傀儡 我就不需要了啊 傀儡这个东西呢 我们再建造一个 展览馆建造在 这个变异生物的对面啊 之后的话 我们需要让他们 来一场战斗啊 所以这个想法特别好 我们回家准备一下材料 对了 除了傀儡之外呢 我觉得这些蒲丛 也可以收集一下 比如说这个苦力怕蒲丛 还有猎人蒲丛 什么的都要收集一下啊 建造傀儡展览馆的方块 我决定我们就用平滑石砖了 因为这个东西啊 它特别清晰 我们先把原石烧成石头 然后呢 再把石头烧成石砖就可以了 我们家里边的原石 好像不太多啊 我们还要去挖一些 好吧 在这个山顶上 连锁采集一些石头啊 然后回家把它烧成石砖 我们还需要 酿造一些药水啊 要做的事情特别多 好的 石头全部都放进熔入里边 我们来酿造药水 先放一个火药 再放一个银石粉 然后呢 再放一个均匀之锤就好了 因为我们要收集 变异的血亏类 还有变异之珠 所以还需要一些X型药水啊 三瓶应该是够了 只要不变异失败的话 肯定是够了 现在的话 我们拿一下双手啊 出去牵一头猪回来 因为猪的话 它会变异成蜘蛛猪 拿一根胡萝卜也会 哎 变异小黑 什么情况啊 兄弟们 这不会是我们家里边的变异小黑吧 别吓我呀哥 我好不容易收集到了一个变异小黑 它怎么会跑出来 它也没有受到伤害呀 上边有一个黑钥匙的顶部 完了 兄弟们 我的变异小黑 out of there 我所谓的 我很 欢迎